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好最后顺利地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了 接下来 这就是新的水神 不会是舒立亭在糊弄我们吧 作为高于人类的神明 我还以为会更强势一些 喂 听到了吗 他最后还说让我们给他提意见呢 神明不是应该无所不能才对 他居然这么谦虚 和普通人又有什么两样 我猜 可能根本没有新水神 是舒立亭推上来的傀儡吧 等等 怎么回事 大家都在怀疑我 这样下去可就糟了 被戳穿的话 大家都无法从预言中得救 对了 镜子里的我说 我只要扮演人类想象中的神明 冷静点 弗尼娜 认真想一想 民众们想要的 他们想象中的究竟是怎样的神明 强势 有存在感 能够打消一切疑虑的那个形象 我注定要去扮演的那个形象 不错 不错 我的子民们 唯有这样的你们 才配得上我弗尼娜的统治 我之前在想 如果有一天登上这舞台的 是一名懦弱的傀儡 还声称要做这歌剧院的主人 封丹的子民们 是否也会顺从 现在看来 很好 你们都不是那种无聊的家伙 也有资格在这歌剧院中 与我一同见证那些美妙的审判 好了 刚才的表演是给大家的见面礼 是我自认为符合歌剧院氛围的出场 接下来 就让我重新致辞吧 原来刚刚是表演啊 怪不得 我都忘了这里是歌剧院了 新的神明居然这么有个性 吓了我一跳 不过 总比之前那个懦弱的形象好 又有趣又有魄力的神明 真是太好了 未来应该可以放心一些了 民众们的看法似乎扭转过来了 就按照这个感觉 重新开始就任演说 好了 我亲爱的子民们 不论你们是否承认我是否信仰我 都请保持你们对正义的热忱 听闻这个国度的罪孽已无法迪迹 那正巧 唯有罪恶之中绽放的正义才最为心香 正义之神手中的天平不应是沉重的 他的异端承载着公平与公正 而另一端应当被欢呼与喝彩盛满 让我们将律法作为导词 将审判作为礼拜 点起篝火 为风担的未来而引进杯中之酒 这世上没有依靠审判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要你 我的子民啊 你的心底坚定地信仰着正义 只要在这欧比克莱格剧院 在这浴室裁定书籍之前 我魔神福卡洛斯 就连世间的诸神都可以审判 哇 太好了 水神大人 不需要命中的证明 伏尼娜大人 唉 我不是都在现场的吗 那些细枝末节 就交给纳维莱特处理吧 更何况 这些审判没有异常是我所期待的 嗯 敢问 您期待的审判是什么样子的呢 盛大的 如同戏剧般的 可以终结一切的美妙审判 哎 说了你应该也不明白吧 是的 在下没有能力揣测神明大人您的想法 不用这么惶恐 也不用在意我刚说过的话 你自己去忙吧 我期待的审判 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芙妮娜大人 我太激动了 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谢谢你能接见我 不用说什么谢谢 你要谢谢你自己有这份毅力 终于排队等到了见我的这一天 看来身为神明的我所散发的魅力 也在某些方面给大家带来了困扰呢 好了 你是叫戴欧地雷对吧 你儿子的病最近怎么样了 您您居然记得我 还知道我家里的事 他现在好多了 其实我儿子才是您更加忠实的信徒 他非要闹着让我来见您 并把您说了什么复述给他 不错 真不错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可以提前和我说 偶尔破例去民众家里转转 那也不是不行 就当转换心情 您真是又温柔又贤明的神 我要带我儿子再次谢谢您 疯尽 您 我听说 您在这儿 您的身份 您这儿 您的身份 您是否会 最后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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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如此吗 作为神明 这是我早就知道的结果 只是想看看以人类的智慧 能够分析到什么地步 种种预兆都表示 预言还是会发生 算了 这不是你们当下需要操心的 据我所知 风丹科学院那边 也在试图研究出 对抗水面上涨的方法 真的吗 他们有什么头绪吗 目前为止 并没有出现任何具备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是吗 也难怪 毕竟这件事已经触及神的领域 不过他们的精神还是值得嘉奖 今天终于结束了 扮演水神的一天 几乎连一刻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 现在已经慢慢步入正轨了 再也听不到怀疑的声音了 或许就这样也不错 这样下去的话 所有人都会得救 别想太多了 明天还要继续抓紧 扮宁纳大人 这是 好了 看过了 看过了 不用重复我在现场看到的剧情了 扮宁纳大人 终于能够和您这样见面了 这个机会我等了太久 嗯 我忠诚的子民 此刻的幸福是属于你我的荣光 扮宁纳大人 我们在白松镇附近 监测到明显的水文异常现象 知道了 继续观测吧 科学院那边如果有动向 也记得告诉我 今天应该没有哪里露馅吧 一定要把最让民众 放心的样子展现出来呀 只是 还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精神上的疲惫感很重 今天也早点休息吧 伏宁纳大人 能和您像这样近距离对话 就好像做梦一样 听说我们家族 第一个有这份荣幸 受到您接见的人 还要追溯到 差不多二十代人以前的 戴欧帝磊夫人呢 不错 多么优秀的家族 接见像你这样虔诚的信徒 或者说虔诚信徒的后代 真是最为令我愉悦之事 您过奖了 弗宁纳大人 弗宁纳大人 怎么了 我忠实的子民 您 您是在流泪吗 怎么回事 我都没有留意 估计是我身上的水元素 过于充盈了 真没办法 谁让我是思长水元素的神明呢 怪不得 怪不得 原来是神明大人 您力量的体现呢 能见到这一幕 我真是太荣幸了 好漫长 好孤独 还要多久 已经过去几百年了吧 说不定这场戏 还要继续上演几百年 从没想过这个过程 竟然会如此痛苦 我是否已经到了极限呢 不 我应该很久很久以前 就到极限了吧 今天的我 就连自己落泪都察觉不到了 好想要和人倾诉 哪怕一个人也好 可是 那样就前功尽弃了吧 几百年间我做了那么多调查 可没有任何突破预言的希望 现在唯有继续相信 将水神扮演下去 才是拯救风诞唯一的办法了 求求你一定要成功啊 镜子里的我 陈妮娜 或许你真的不需要这样独自支撑 虽然不清楚你还知道些什么 你的子民会非常愿意与你分担 分担什么的 那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事 从一开始就注定 只有我自己来背负这份职责 既然你不需要分担 你至少还可以选择倾诉 我是见证者 对我倾诉就好 见证者 对啊 听说你是从星海之外来到提瓦特的吧 也就是说 你从来都不属于这里 假如提瓦特的一切 是舞台上的戏剧 那么你仅仅是歌剧院中的观众 对吗 如果是你的话 他说的没错 如果是他的话 倾诉应该也没关系吧 可是 如果一切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发展 承受风险的 是整个风担的民众啊 不行 扶宁娜 你不应该自私 可是 万一真的没关系呢 扶宁娜 你已经努力了这么久了 稍微自私一点 也可以吧 你又不是要做多么过分的事 只是找一个合适的人 稍微倾诉一下自己的烦恼和痛苦 应该没关系吧 错过这个机会 或许就再也找不到了 好好的 再考虑一下吧 没什么 我没什么想倾诉的 我可是神明扶宁娜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作为观众 直到谢幕之前 你就好好地见证我吧 我 连福尼娜自己也不知道真相 你也从未告诉他你完整的计划 是的 要骗过天理 首先要骗过自己 他真的很了不起 这五百年来 但凡他的意志有任何松懈 风担都只会剩下最糟糕的结局 相信人类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能够理解你是如何骗过天理的了 但这应该只能说是真相的一半吧 关键还是在此基础上 你究竟要怎么从预言中拯救风担人呢 很好 风担最高审判官的逻辑果然清晰 你应该早就察觉到了 预示裁定书机并没有那么简单吧 我的确一直怀疑 预示机存在自我意识 连你也曾经指出 在预示机的核心坊间听到过人声 现在看来 应该是你的意识 隐藏在了预示机之中 没错吧 嗯 不错 从表象上看的确是这样的 我带着风担的神之心 与预示机合二为一了 那你对预示机的理解 恐怕还不够深刻 其实 预示机并非是用来执行正义的机器 真相则是 预示机 是用来杀死正义之神的机器 什么 哦不 确切地说 是会连同正义之神的神作 一同摧毁的机器 我可不是那种看着弗宁纳受苦 自己却心安理得的享乐的家会啊 在这五百年间 我的工作 则是在预示机中 不断积累绿肠混能 其实已经有人发现过 预示机所产生的能量 只有一小部分 用于给风担的城市功能 而剩下的绝大部分都被积累了下来 用于 今日死刑的执行 今天的审判和死刑 果然是你计划的一部分 五百年间不断地积累 足以支撑风担民众使用千年甚至万年的能量 都继续在预示机中 但也只有这个量级的能量 才有可能撼动天空岛制定的规则 才有可能打破尘世七执政的格局 将水神的神作摧毁 所以预示机给出的结果 被判处死刑的不是弗宁纳 也不是福卡洛斯 而是水神嘛 摧毁水神的神作 如果我没想错的话 你的意思难道是 当然是要把原本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你啊 换句话说就是 一切都是为了将水神的全能 归还给这个星球的水元素龙 可是 怎么了 你又难过了吗 古龙之大权即将回归你手 提瓦特的水龙王 就露出这种表情吗 从五百年前直到现在 你做了这么多 而这一切 只是为了能够牺牲自己 我可从没有这么想 这一刻的我 还在为成功骗过天理这件事 而沾沾自喜呢 水龙 水龙 别哭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让我去审判天理 天理不是犯了和厄格利亚差不多的罪吗 厄格利亚窃取的是原始太海的力量 而天理则是窃取了你们古龙的力量 既然我作为正义之神 那么将原本属于你的力量归还于你 才是贯彻正义的做法 无愧于正义之名嘛 说起正义啊 我一直觉得正义就是向人类的存在本身去追溯的过程 如果说窃取原始太海的力量是封丹的原初之罪 那么超脱了一切行为上的对错 单单是封丹人作为人类的降生 以及存在于世间的资格 便是封丹原初的正义 换言之存在极为厄格利亚的正义 而对于我来说 正义应当意味着存续 打破预言 让封丹的人们活下去 才应该是此刻高于一切的正义 现在 不论是我 还是所有的封丹人 承载这份罪 都已经太久太久了 最高审判官纳维莱特啊 等你拿回了元素龙的全部力量以后 你会给予我们怎样的判决呢 当初我受邀来封丹亭 成为最高审判官 如今看来 也是你的主意吧 我终于明白这个位置的真正意义了 原本我对人类的存在并不感兴趣 但这五百年间 与人类的相处 让我逐渐与这个种族相互理解 尝试去感受他们的感受 真是狡猾呀 福卡洛斯 事到如今 你是知道 我不可能再做出有罪判决的吧 哎呀 看起来行刑的时间就快到了呢 我这个罪人也该准备谢幕了 话虽然说得轻松 但面对死亡 果然还是有些恐惧啊 或许 或许 这就是神与人之间难得的共同点吧 不过是 那位莱特 希望你喜欢 这五百年来属于你的戏份 哦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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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的罪孽